只要你們不嫌棄的話 我會一直一直演下去 電影 呂佩嬌佳 這個戲我真的很痛哭 我沒有當過媽媽 我不知道媽媽是什麼 然後我本身是個 講話會結結巴巴的人 但唯有在拍戲的時候 我可以找到歸屬感 只要你們不嫌棄的話 我會一直一直演下去 我要謝謝我的爸爸媽媽 雖然我的媽媽已經走了 最後我要講的是 我是泰雅族 最後我要將這份榮耀 歸給上帝 謝謝 謝謝頒獎人 恭喜得獎者 有沒有剛才在台上沒有講的感言 再幫我們在今天這個地方 好好的講一下 我台上剛剛好像講了 謝謝我爸爸媽媽 謝謝我家人我朋友 好像都講了 都講過了 我要謝謝我的經紀人小蘭姐 希望她就是因為我得獎的關係 今年可以順利的懷孕 這個是有什麼樣的連結度在這裡 因為她被孕很久了 對對對 然後她現在是在做那個人工受孕 我希望把這個好孕可以給她 哇 這互相把這喜氣 互相的分享一下一下 對對對需要 那因為其實在這部戲當中的角色 演張書豪的老婆 算是遺孫的概念 基本上一直哭一直哭 非常的苦情 那整個戲的拍攝過當中 最困難的地方 最辛苦的地方在哪裡 最辛苦的地方是我本身的個性 還滿滿愛說話 可是我在現場幾乎都不說話 就是要從頭到尾培養那種 進入到角色當中 哭的情緒 對 那這個角色同時也是一個妻子 然後是一個媽媽 所以她其實其中 在揣摩這樣的角色 有做什麼樣的功課嗎 我就把媽媽離開的心情 然後再加上女生本身天生的母愛 把這兩個發揮到淋漓盡致 我覺得就跟淳山還滿接近的 明白 所以相信接下來一定可以看到 更多由妳所創作出來的角色啊 作品等等 我們期待 好 謝謝